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与美国总统欧巴马会晤 媒体聚焦美中在安全问题上的过招 但你来看到6月1日 在新加坡召开的第12届亚洲安全峰会进入第二天 美国国防部长黑格公开在峰会上指责中共 涉及全球网络间谍活动危害国际社会安全 美国国防部长黑格6月1日 在新加坡召开的亚洲安全峰会上 指责中共政府和军方的网络骇客 入侵美国敏感资讯情报系统的间谍活动 中共在全球范围内 入侵包括多国政府与重要机构的网络骇客行为 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美中两国领导人下周将在美国加州举行庄园会晤之际 中共网络骇客行为已经成为十分敏感的话题 黑格在峰会上还表示中美之间存在着价值观的差别 黑格指出 美国决心积极与中国及其他伙伴国 为负责任的网络行为建立国际准则 被称为相隔里拉对话的12届亚洲安全峰会 从5月31日到6月2日在新加坡举行 来自包括美国、法国、日本等3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或领导人参加了会议 本届峰会主题 注重亚太地区导弹防御、军事外交、预防冲突、新军事科技、亚洲网络安全点议题 这次参加亚洲安全峰会 是黑格出任美国国防部长后首次访问亚太 新唐人记者陈一新综合报道